让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 大家好 师父来看你们啊 师父能想念你们啊 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能够洒向人间佛光普照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众生而降下的殊胜法门 不需要花费分门 即可超度亡灵 解决家庭 事业 情感上的问题 无数的大病 绝症 以及精神病患者 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念诵小房子而奇迹 痊愈 全球一千万人都受益了 您也可以帮您自己化解灾结 清明法门是帮助您消灾改命的发报 相传唐朝时期 浙江嘉兴一带遭受旱灾 颗粒无收 百姓苦不堪言 只能挖野菜冲击 一日 观世音菩萨云游至此 见百姓食不果腹 民不聊生决定救度他们 有位农夫叫胡成 虽家中贫困 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但全家虔诚信佛 日子虽苦 倒也过得开心 母亲 该吃药了 这天 胡成在自家田头挖野菜 忽然听到当的一声 定睛一看 可把他高兴坏了 太好了 母亲日日念佛 却一直没钱请佛像供奉 如今观世音菩萨显灵 可以让母亲供奉观世音菩萨像了 你在我的地里挖出了宝贝 这个金像就是我的了 金像是在我家地里挖出的 你快还我 我们两家人的地挨在一起 谁知道是从谁的地里挖出来的 现在金像在我的手里 那就是我的 胡说 这明明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明明是我的 是你的 你叫的答应吗 胡成争吵不过 便拉着赵林去县衙见关 谁知道这县太爷是赵林的亲戚 当场将宝像判给了赵林 他以诬告之罪将胡成关进了监狱 惊天大老爷 草民冤枉啊 赵林得意洋洋地将宝像包好带回了家 啊 怎么会是石头 哼 真是贵心 胡成家人以为她的入狱 日子过得更加坚然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 她的妻子每日以泪洗面 这一天 胡成的妻子照例到田间挖野菜 恍惚间 她似乎见到观世音菩萨 坐在一处山崖的石头上 我刚才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吗 观世音菩萨请您显灵慈悲救度我们吧 啊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母亲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 从此他们日日供奉叩拜 这天晚上仙太爷正在家中看书 忽然他看到一片金光 亮得他睁不开眼 是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哎 你作为父母官 颠倒黑白 寻思枉法 将金像入义判给赵灵 这次旱灾就是因为你们造孽太多 天怒人怨而成 无命你马上释放胡成 澄清真相 今后必须清正连结 造福百姓 如若不改 修怪佛法无边 嗯嗯嗯 没人 快去监牢放了胡成 哎呀 这下可造孽了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 我以后一定行善积德 造福百姓 第二天 胡成曾经挖出观音像的地方 有一股泉水 琴迹般涌出 源源不断 大家快来看呀 这里有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泉水灌溉了所有的农田 这一年 人们获得了大丰收 百姓安居乐业 因感念观世音菩萨 似水救命之恩 现代也和百姓建造了一座观音寺庙 供奉菩萨 并四处宣将观世音菩萨救度百姓的故事 当地人们纷纷改过自新 诚实守信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龙建观音 有一位很想成为富翁的青年 说的是古时候 他到处流浪 辛苦地寻找着变为富翁的方法 几年过去了 他不但没有变成富翁 反而成了衣衫蓝绿的一个流浪汉 菩萨被他的虔诚感动了 就跟他说 要成为富翁很简单 你从此以后要珍惜 你遇到的每一件东西 每一个人 并且为你遇见的人去着想 布施给他 这样我想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了 青年听后高兴得不得了 就手舞主导地走出了庙门 一不小心在石头上绊了一跤 当他爬起来的时候 手上正好捏着一根稻草 他小心翼翼地听着菩萨的话 要珍惜一草一木 拿着稻草就往前走 突然他听见一个小孩子 嚎啕大哭的声音 他就走上去 拿着自己手上的稻草 在逗孩子 孩子非常好奇地 就停止了哭声 青年人把这根稻草 送给了小孩子 孩子笑起来 这个母亲悲伤感激 就送给了这个青年人 三个橘子 他拿着橘子继续上路 看见一个布商 就是卖布的商人 蹲在地上在喘气 他走上前去问道 先生 你为什么要蹲在这里呀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这个布商说 我口渴得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年轻人 马上把三个橘子 全部送给了布商 这个商人 吃完了橘子 精神正奔 为了答谢他 送给了他 一批上好的绸缎 青年人 拿着绸缎 继续往前走 他看到一匹马 病倒在地上 骑马的人 正在那里 一筹莫展 他就跟主人说 如果你同意 我愿意用这批布 来换你这批马 主人 一看马已经不能动了 非常高兴就答应了 他跑到小河边 去提了一桶水 给马喝 没想到 才喝了一会儿 马就好起来 因为 马是因为口渴 才倒下 青年人 骑着马 继续地前进 经过了 一家大宅院的前面 突然 跑出来一个老人家 挡住了他 向他请求 先生 你能不能把你这匹马 借给我 他马上从马上 跳下来说 好 我马上借给你 那老人说 先生 我是这个大屋子的主人 现在我有紧急的事 要出远门 等我回来 还马的时候 我再重重地谢你 如果 我没有回来 这个宅院和土地 就送给你好了 你暂时 先住在这里 等我回来吧 说完 就匆匆地骑马走了 青年人 要持 要持 慈悲啊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我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请师父帮忙看我的儿子 他今年已经三岁了 2013年四月出生 不会讲话 对 他现在智力发育有点落后 经常就这样乱跑 然后嘴里再重复一些 我们听不懂的一些词 因为身上有灵性 这个灵性讲的话 就是前世的话 所以你当然听不懂了 明白了吗 对 你告诉我他几几年属什么呢 2013年出生属蛇 小男孩 一个大灵性啊 一个大灵性 而且我告诉你啊 我看到了一个头上抓个揪的人 有点像武林中人了 这孩子是不是有时候手舞足蹈 像打拳打架一样 对他在家里就喜欢到处跳 往高处爬 看见吧 他现在在我前面 我看不见的 在这里是吧 我看不见的 跑掉了 没关系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蒋维明 蒋维明啊 蒋维明啊 蒋 喂 蒋维明 还有蒋维明 蒋维明 维妙维笑的维 蒋维明 来看看爷爷 蒋维明 你抱着他 因为你放下来 我看不见他 你把话筒帮他拿一下 来把他抱起来 啊 他身上这个灵性 先要两百张 接下来要念一千四百张 要一千四百张 很多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是一个武林中的人在他身上 所以他会跳会讲 嘴巴里讲的都是过去古代的话 你仔细把它放慢着听 你最好不要去听 因为是鬼话了 你如果把它讲的那些话 录音录下来 然后放了很慢的听 你就听得出 就是当年武林当中讲的那些行话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谢谢师傅 那我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呢 两千五百条 两千五百条 好 谢谢师傅 好吧 这孩子 一般的灵性也是晚上到 对 白天跑掉的 他晚上就经常半夜 惊醒 然后突然抓了头发 两点钟 一点半到两点钟左右 对 他经常就是这样 你好好帮他念经 这个灵性走掉了 这孩子就恢复成长了 否则这个孩子的两个腿啊 还有两个手啊 肌肉萎缩 长不大 不长肉 听得懂吗 对 他真的已经半年都没有长个子 没长胖了 看见吗 但是 所以 这些都是前世的冤结 你必须好好把它削掉 好好念经 请师傅看一下我们家的风水 你家里的房顶太低 尤其他睡觉那个房间 房梁突出一块 凹进来的 听得懂吗 我们是次顶层有一个房颜 看见了吗 那 那要怎么破解呢 还破解了 他跟我讲武林中话了 怎么破解啊 那 那我们需要搬家吗 搬家都不一定 给家里小房子要念四十九章 好吗 来天把窗户打开 你们家那个窗帘 要经常拉开 阳光不足 阳气不足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你们家里我都看见了 不是很大 干净还是蛮干净的 蛮干净的 好吧 谢谢师傅 这小孩子 小孩子你要经常 发了太厉害的时候 你就冲着他念行经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谢谢师傅 他现在不会讲话 但是会叫 还会叫 他其实他听着听得懂了 只是不会讲话 明白吗 对 他只会叫妈妈 就会叫妈妈是吧 对 我叫他叫菩萨试试试看 喂 讲文明 叫什么 不文明是吧 讲唯明 叫假唯明 对唯明 假文明 爷爷爷叫你 爷爷叫你啊 拿到菩萨 菩萨 菩萨 菩萨来了啊 叫菩萨 算了 算了 别弄孩子了 弄伤他麻烦了 菩萨 菩萨 点头 双手拜拜 拜拜 拜拜 双手拜拜 你别拉他呀 那不稀奇的 又不是木偶了 要他自己拜的 双手拜拜 喂 喂 你让他看我不看我没用 算了 随他去 他现在跟我 身上的灵性 跟我说 一个半小时之后 他离开他 三天 可以三天不在他身上 你可以太平三天 这三天你拼命念经吧 好了 麻烦 所以你们现在想到了 一个灵性在身上 很麻烦很麻烦的 好了 已经老实很多了 你看看刚刚他们跑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一切让你喜欢 让你悲伤 所有人间的情 它都是虚空的 它到最后都是没有 它有时候像一张网一样 我们自己用了执着 执空和执友 来慢慢的编织了这张网 来慢慢的 主宰着我们 每天的悲伤和幸福 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我们自己的悲伤和幸福 每一天的爱情 友情 兄弟情 父女情 每一天的母子情 和朋友之情 每一天执着在里面 觉得这是我值 这是我应该拥有的 所以一旦失去 就会痛苦万分 所以我们说 只要有姻缘的 一定会相遇 但是相遇也是个姻缘 因为姻缘也会失去 所以缘分没了 就慢慢的失去了 但是在失去之前 还会有业力的感召 也就是说 你在行缘的时候 在进行你这个缘分的时候 你还种下了更多的 业果呀 和业因 所以为什么会有业缘呢 那是前世的累积 所以我们这一世 等于重新的上演了 上一世 上一世的故事 精彩啊 所以很多人 一碰到这件事 突然之间会感觉到很忧伤 实际上他触碰了 他八世田中的前世的果呀 所以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不停地在转换的人物 我们人前世的生活 和今世不同的生活 前世的人物和今世 你所处在的不同的人物 实际上都在重回 就是在轮回呀 所以今世有的时候 我们相见了 似是而非的相见 好像认识 又好像不认识 所以不必去执着 因为这一切都是缘分所为 菩萨曾经跟我们说过 是空 是无相 是无作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 这个世界 你做任何事情 到最后 你不要做相 它是没有相的 你是无作为 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空就是无相 无相 即是无作 所以若空无相无作 你的心就没有意识的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 三个归于一解脱门 就是用这三个 空无相和无作为 成为一个解脱门 就是三解脱门 台长告诉你们 人有缘分 很多人一辈子受苦 他也没有得到这个悟性 而有些人突然之间悟出这个道理了 他就是开悟了 他就是解脱了 有一个国王 他很喜欢打猎 他的宰箱呢 跟他呢 去微服私访 去微服 就穿着普通的衣服 宰箱呢 最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呢 他就是说 一切 这都是最好的安排 实际上他指的是 都是缘分 菩萨的安排 有一天 国王到森林里要去打猎 一箭射倒了一只花豹 国王下马检释花豹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花豹没有死 他使出最后的力气 扑向国王 把国王的手指的小指咬掉 一截 国王叫宰相来迎酒姐们 谁知道 这个宰相却微笑的说 大王啊 看开一点吧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听了非常的愤怒 宰相 如果我把你关进监狱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吗 宰相微笑的说 如果是这样 我也深信 这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大怒 来人啊 把他跟我压入监狱 一个月之后 国王养好了伤 独自出游 他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 突然从山上冲下来 一对土著人 把他五花大绑的 押回了部落 山上的原始部落 有一个习惯 在每到月圆时分 就会下山去寻找祭奠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就是供养品 他们土著人一看这个国王穿得很漂亮 就准备将国王烧死 然后祭奠给满月女神 正当国王绝望的时候 有一个祭司突然大惊 撕涉的说 他发现国王的小手指少掉一截 是个不完美的祭品 收到这样的祭品 满月女神会发怒 于是土著人就将国王放了 国王大喜若狂 回宫后叫人释放宰相 白酒宴请 国王向宰相敬酒说 嗯 看来你说的一点不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 我今天连命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国王突然想到了什么 就问宰相 哎 宰相 可是你无缘无故的 在监狱里登了一个多月 那你又怎么说呢 宰相 漫条丝里的喝下一口酒 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 那么陪伴您私地出榜的一定是我 当土著人发现国王你不适合做祭奠的时候 那不起轮到我了吗 祝悲众生 那莫观世音菩萨 此有众生就苦就难 度尽苦难无尽情 当海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牵手牵引观世音 大慈大悲就苦就难 那莫观世音菩萨 当海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